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崇崇又来到我们一周市场回顾与展望的时间 今天是11月9号周五 那我们就是今天视频比较早给大家 因为明天我有事情 那所以周末比较没有空 所以就先把这个视频给大家了 那我们在开始视频之前呢 我们再次就是欢迎这个大家来收看 那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 那我们最主要这个视频呢 是帮助大家能够抓住美股方向 然后也能够普及这个炒股的基础知识 帮助大家能够迈向财富自由 进而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视频好的话 请你能够转发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在开始视频之前呢 据说我们这边这个视频之外呢 我们有这个微信的冲销大群 那这个每天都有早安点位 就是说把美国标普大盘的这个一个区间 给大家就是提给大家是免费的 那所以呢这个冲销大群基本上 就是你可以扫我的四维码就可以进来 那另外呢这个免费的冲销大群也有每天盘后小节 那给大家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市场方向 以至于大家在隔天可以来做一些准备 就稍微短线一点的 那当然就说如果中长线的 我们就听这个周末视频就可以 我们这边也会讲一些中短线的一些大概的情况 那如果说你想要参加这个冲销大群的话 那你扫这个我的四维码就可以了 那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图 那我们看一下周线图呢 周线图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大盘它在这个连续第二周产生了反弹 那我们在反弹的时候 因为这是第一个箭头 第一个箭头本来是预期是这个上涨到2750到280之间的 然后呢这个第三个箭头呢是这个到2850这附近 那不过呢这个这个就是说第一个箭头 基本上因为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在周 周三周二晚上的这个中期选举 然后呢这个棋子这个大涨 然后呢这个周三就是周三大涨 然后呢那个所以呢就是 其实很高啊 然后但是却在周四周五 稍微有一些消退 所以这边留下一个上线 在这个周线上面 那没有过站上这个周线的 这个八周跟二十一周群线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回调出现 那回调出现的时候呢 那大概到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会直接创新地呢 下一个箭头还是说会有一个一些变形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呢在这地方也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地方呢是一个之前周线的重要位置 二八零零这附近 过不了呢 如果能过去的话它可以继续往上走 如果过不了的话 那这边是一个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地方 而且你看这MSD还没有真正起来 所以表示说趋势还没有真正反转 反转的话是说需要慢慢的 就像这个几周几周这样上上下下 然后能慢慢的这样走上去 这个趋势才慢慢的能够稳定起来 然后往上走 所以呢这需要时间 那我们现在还在一个非常的早一个时间 非常非常早的时间 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准确的知道说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走法 但是呢我们这边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 就是原则 就是说这个反弹呢 那第一个反弹通常就是会碰到这个 8周跟21周均线 然后收腿像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呢如果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属于第三个箭头的走法 那第三个箭头走法之后 还会再下来之后 那再决定说是要继续往下走 或者是往上走 这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所以呢我们目前为止就是说 我现在给大家就是说讲一下就是说 可能是有两种的一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说我们第一个箭头走完了 要准备往下 往下的话可能会到2600附近 2600之上或之下一点 就像这个箭头 然后呢如果说回调呢 回调并不是很多 比如说回调只有到 比如说2700到2750之间的话 那就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就可能是第三个箭头走法 那不管怎么样 这箭头走完之后 都会需要一个更大的跌幅下跌 那这个大家就需要准备一下 请有一些仓位或是在各个方面 都会需要做一些准备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我这边有稍微勾勒一下给大家 就是说这周继续反弹 在这个2700这个20这上下 也就是2700站稳之后 然后继续往上走 那就是说那个上来的时候呢 碰到这个100天跟50天均线 这附近的阻力之后下滑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说有可能是蓝色的 就是说它是先回撤 回撤呢范围等一下在小资图跟大家讲 然后呢或者是说继续的 当然会有好几天的时间 然后呢继续一两周时间往下 到这个底部2600这附近 然后再一个反弹 这是红色的走法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稍微回撤之后 然后继续往上走 这有点像是一个比较属于说 ABC然后呢 A然后BC的走法 A然后B然后最后C过下跌下去 那这个范围的话 基本上变在2800一直到2850这附近 这是它范围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资图 小资图的话 在这边我想我们这个每一个物料距离 虽然说有稍微超过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都我都没有特别去去改过 所以呢到了下来 就是上周五的飞龙 对不对 然后它站稳之后 然后呢这个这个往上走 往上走之后 在这边有一些阻力 突破之后 站上这个阻力 产生一个缺口 然后呢再到这边之后再下来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说下周 这边有一个 底背离出现 但是呢 是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 我觉得可能比较难一点 因为如果说很快马上周一就往上高开 然后呢通过这个2815的话 那可能就是到2815或者是30这附近 然后就可能就是做一个最高最后一次冲刺之后下去 这机会比较小啊 比较大可能是这个已经稍微有点见短顶 然后呢准备要下滑 下滑的目标呢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是补缺口 补缺口的话注意一下这个2755上下 27602755上下的这样一个支撑 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在 大概是在2730这附近 然后呢再来的话是2710 好然后再来也是差不多是2700的附近 之后是2680 这个是有一些废次系数反弹的一些原理去找出来的 但是呢如果说跌破了这个2727 如果跌破了这个这个 原理上跌破2730的话就可能到2700 2700再下去的话272680 如果再下去的话那就真的是要到2600这附近去了 所以我这边画两个这个 就是说蓝色 基本上是下周初周一周二周三左右回调 然后到大概2730之上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或者是这几个支撑 然后之后往上走再走一波 就属于ABC的这样反弹 那这个上去的话有可能会到 大概2850左右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QQQ呢 QQQ呢这个是科技板块 那这个我的阻力这个非常的准确 在这个都是在周星的地方就就碰到 然后之后过去这两天就把它跌回来了 那周星是一个十字 那我这边讲说这边可能会做一个上升三角形 上升蟹形 下跌然后这边可能会突破一点阻力 然后变成说是这样一个蟹形 然后再下来 OK 然后呢这是QQQ 那目前为止最强的是道琼 道琼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因为它跌的较少 而且它往上也比较多 然后呢也都站在均匀之上 所以这个道琼里面的成分 就会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是最近比较稍微强势一点的 那反观这个标普是还也还不错 然后呢这个QQQ呢就比较弱一点 然后呢这个小盘那当然就不用讲了 它是之前跌最多的自然反弹也就要少 那这边也是碰到阻力 那如果说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可能最多是到这个1620的附近 所以呢每一个指数 它们都有各样的一个千秋 各样的一个情况 冷卵的情况 那生化板就不用说了更糟糕 它这个反弹基本上就是 只碰到这个八周均线 直接下去了 均线全部都准备时差 这是非常不好 所以呢生化板块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很弱了 这样子 恐慌指数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边恐慌指数 碰到这个50天均线造成反弹 下周的话是看 如果它继续爆起来 往上爆炸 那当然大盘就下跌到这个 我说的这个红色 红色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恐慌指数大概涨到将近二十十九不近的话 那上不去了 那可能会慢慢的在这边做一个盘整区间 盘整区间 然后等待下一次的爆发 这是这样的看法 恐慌指数量重可能 那美元指数继续往上涨 那这个都还是多头排列 那上个礼拜说 有可能会下来 但是实际上也都还收得还可以 除非它大幅的能够 这个跌落 94以下 那不然的话 基本上美元指数 基本上目前还是 看略微略微就是 小心看涨 那虽然形态上面是扩张 扩张一个泄行的情况 但是它可以继续往上走到 比如九七九八的附近 或者说继续往上冲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周线上升趋势 非常明确 相比于这个黄金的周线 美元指数的周线上升趋势 那这个黄金基本上就是比较弱 黄金的话 因为股市失去一点避险性质 然后呢所以黄金回落 回落的话呢 这边注意一下就是 这边可能做一个上升洩行 所以呢如果跌破了这个 1190的话 它可能还会再去彻底 1167 所以它这基本上是一个熊市 还是一个熊市 黄金还是一个熊市 所以呢尽量还是就是说 少去做这个 因为它基本上避险机会 避险它也没涨很多 但是呢一旦不需要避险 它就就一直双双双跌 所以呢黄金是在20年熊市的情况 我以前讲过 那熊市并不是代表说一直跌 只是说它就一直给你横盘 好就不涨 那也是一个熊市嘛 所以呢这个黄金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这地方 那另外呢 GDX一样做一个小的洩行 所以如果跌破这个18.5的话 那就可能是在滑一波下来 至少要破17.28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油 原油基本上跌破的支撑之后就非常恐怖 那这个短期均线已经下来了 这周均线 然后呢所以呢如果有反弹 是逃命 那基本上我觉得原油 它至少要到56才会停住 如果反弹再下来也是56 至少在这地方才能暂时的止住 OK 如果这个在跌破呢 当然就更不得了了 那到很下面 我们就先不说 看太远 那至少就说我觉得56是一个 比较可靠一点的支撑 XLE就是能源板块 也不是很健康 这个反弹之后 去测一下这个下降的均线 然后阻力缩回来 那所以下周的话基本上也是一样 就是说可能如果先跌了 那反而比较容易好好涨 如果坚持不一直不跌 坚持不跌彻底的话 它就做一个上升楔形的一个形态 这样子 然后之后再下去 OK 另外呢这个 这个是这个SMH 是这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ETM 那基本上也是反弹 过不了这个纠缠的这个均线 所以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可能会再探底一次 或至少到低位一次 那另外呢就是Amazon Amazon也是一样 这个你看都画得非常的精准 上一周低点 我画这里 结果真的才低 然后呢这周高点 我在这边是一个阻力 这个通道就下来 那再来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 跟其他一样 就是说这边可能做一个上升楔形 熊奇也好 如果不直接撤底的话 那如果说不撤底 好吧 那就继续这边盘一盘 然后做一个 A B 然后最后C让下跌 Amazon Apple也是 Apple也是已经过了高点 那这个基本上是慢慢的一个 修正的模式 支点 不是支点 支撑的话 是在大概185 185 甚至要往下移到 整个170的附近 那我们当然看 大盘的情况 但是他这基本上也是 慢慢已经开始变弱 而且反弹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 主力的话在270的附近 就必须要再出来 不然会再继续往下沉 那这个Netflix也是 Netflix的话 比想要弱 这个这周有些股票 还是蛮涨得不错 但是Netflix是收跌的 那基本上也都是 主力过不去 主力你看我之前都换好了 到这边就不行了 挂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说他也是一个 可能是会上上下下的 形成一个楔形 如果跟大盘一样 不直接马上跌的话 然后呢之后到 这个C波下跌的时候 再一起跟着跌 那不然的话 就是说可能会再彻底 彻底271之下 底背离 然后再往上走 OK AMD也是一样 大幅下跌之后 反弹都稀少可怜 那表示说都还有可能 会去彻底做底背领域 然后才会再有机会上升 如果没有坚持不测低点 那就是做雄企 反弹 有几股票其实挺好的 ETR是这个算是 这个避嫌板块的 是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做这个 反正他最主要是他配息 配息4.18% 然后呢是 就是属于那种 SLE的这个板块的 那这个基本上 他都不太跌 因为上升趋势 所以拿越久 又赚钱 不能给你赚大的钱 但至少自己稳定 赚股价又赚了这个配息 这个ETR是还不错的 看几个中概股 这个腾讯 之前这礼拜涨得很好 有些人可能去追了 可是你看没有注意到 这个霸州均线站不上去 怎样就突然就被打下来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 赤钱如果你节奏没抓好 或者是趋势没掌握好 他还是会被趋势打下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非常明显的例子 另外呢 WIN WIN是赌博的股票 赌博股 这个基本上也是 下降趋势很久了 那基本上只要是下降趋势 就别去碰他 不然就是碰他 对不对 那就一直走下去 非常明确 只要在均线之上 你看 在这边爬上来之后 还在均线之下 对不对 盘一盘 然后呢上来 盘整把均线弄齐了 再上去你看 这个从100块到200块 5倍 对不对 16年 17年 事实上 17年到18年 结果到18年 就整个反过来 从200跌到92块目前 而且趋势还是没改变 所以炒股其实也不难 就是看周期的趋势 这最重要的 OK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那个微博 微博也是一样 上周涨得很好的 这周就马上变回 大会原色 大会原型 呃 88 88能然还在 支撑住 支撑住啊 那他基本上 微博跟 像这个腾讯跟中概 这个 这个路股啊 就是A股比较像 但是呢在这个 88的话稍微跟美股比较像 就是说他反弹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这周 大盘涨 他稍微回撤一点 但是并不是跌很凶 能然关键还是需要站上 这个条线啊 150之上才有 作为或者的话 也是 就是说比较危险 但是如果真的有反弹的话 也是一样可能做一个 熊奇反弹 然后之后到这边再下来 另外一支股票也好 Messie啊 这个消费啊 或者是属于那种保守板块 XLU 或者是XLP 就是属于消费 消费 生活必需品的消费 J&J啦 或者是M啦 Messie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图啊 那这个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都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虽然涨的慢 但是呢 他图的形状非常好 那基本上就看40块 40块 如果突破的话 他这个 会非常好 40块 这边16 所以 16 40 23 2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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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如果突破40 到63 所以这边有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杯柄的一个形态啊 所以呢基本上 这个拉回就是可以买 这个Messie是非常好的 大家不要忘记了 Facebook就很差啦 那这个你看 顺着均信一直下来 一直都没有起头啊 之前说可能会反弹到160 170基本上都没实现 不是我对他不好 是因为他真的走得不好啊 所以呢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Facebook非常糟糕 现在那还没有任何转机 要站上五日线 才能有算数 OK 好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的话差点死掉啊 差点跌破屑形 但是他基本上又挺住了 而且又这周又站上 所以目前为止的话 波音还是可以 虽然他这个属于看跌的形态 但是呢他没跌破 那暂时就不看他跌 那如果没跌破 那就继续往上走 也是可以的哈 好那我们今天啊 这个周末视频到这地方 我们很简短的 有一点就是广告时间 如果说你对于你刚刚这个 所有的懂我讲的东西 听的不是很懂 那你觉得说我需要锻炼初学者 需要锻炼一些基本知识 那你可以看书 你可以看网路 视频好多好多 在这种网路上有免费资讯 但是呢如果说 你要一个比较有系统的 这个教学学习的话呢 那我这边有一个基础班 那基本上教大家在心态上面 怎么样面对股市 然后呢怎么样画图在基础上面 怎么样提升自己 我们上课方式是用看视频 然后呢以及有这个微信群的方式 来进行微信群的视频 大家自己看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你什么时候看 都可以在一周内看完就行 做完作业交作业 然后呢有问题在群里面发问 这样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是我 这个技术班的技术方面的课纲 这个是心理层面方面的课纲 然后呢就混着去讲述 五堂课七个多小时 那视频永久保留 那基本上费用是300块钱 如果说我下次开课是12月1号 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上课 可以先提早跟我来报名 没关系 我们11月份有加开一堂课 本来是不开的 后来开了 那就是说基本上 因为有一些朋友是有需要 也等不及时到12月份 所以我们就提早开了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就尽快跟我报名 这样的话可以安排 在12月份开始 那报名方式在这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冲浪的这个终极班 终极班的话 主要就是说能够 教导大家能够独立操作看图的能力 那我们就不是靠着 别人给你这个 来给你鱼吃 然后你吃 是你自己能够有钓竿 知道学习怎么样去钓鱼 怎么样能够收获 怎么样能够什么时间可以去钓 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视频 会发给你课程视频 然后呢但是呢最主要最精华 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中极班微信群里面 有很多这个比较算是手把手的一个 一个观摩带领一个 一个操作一个或者说看法的这样一个 这个实力的分享 那课程有9克20多个小时 然后这刻钢在这地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刚刚讲过说早安点位 早安点位大盘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范围 那支撑主力的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这边简单的知道一下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每天有盘后小节 以及脸书群也有 脸书群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加 加上我脸书群 然后呢我的微信二维码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扫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周末视频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那我们到时候下周见咯